今天台股在法国总统选举的一个利多 昨天到穷大涨了200点以上 当然在最近的一个台股 在接近万点这个位置点拉回来 或许在跌破整个季线的一个位置点 那记得红军我在上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过了 跌破季线 因为季线还在翻阳 所以我说第一次跌破量收 它很快就会站回来 我现在今天大盘各位看到 开高走高 这属于一个单向盘的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的一个盘式 是属于比较强势的一个盘式来讲的话 那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 你要如何的一个操作非常重要 那上个礼拜 红既我跟各位讲过的 这个地方你不用担心 即使跌破这一条 上升季线 量收之后 各位你看到 那是不是都能够拉上来 那夜线这里 当然是一个压力 这也是我们在粉丝团里面 我们最近跟各位讲说 大盘 在消息面的一个主导之下 它是一个大区间的一个整理 9550到9850点 这300点上下的一个震荡 那如果说整个大盘 它是在区间震荡的话 你要怎么做 是不是要看个股 是不是要看个股 最近在跌什么 我相信各位 涨多的股票 你说跌下来 那这也刚刚好而已 但是有一些个股 这个地方呢 它刚从波段低点 刚刚开始突破 要走第三波的一个走势 那这种股票 你是不是要领先大盘 去做掌握 我现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跟各位讲 很多股票 在击杀的时候是要买 而不需要卖 你看到大盘是在震荡 但是很多股票 其实它已经领先大盘 创新高 准利用创新高压回量收的时候呢 你要赶快切进来 各位 正心在跌什么 涨多了 那这个都是从低档 帮你们规划 红绣有没有在高档 带你们先出 那即时跌下来 各位 那等待机会 等待机会 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红绣就跟你讲 这种从底部突破压回来 你要赶快买 我在演讲会呢 各位 我相信呢 有没有低点让你买 演讲会之后 我跟各位讲说 这档股票 你要利用击杀赶快买 来各位 喷出 最近大盘压回来 它缺口没补 那这一根呢 各位 大量 很多人 这就是什么 高档出量 这在低档刚刚突破 怎么会是高档 所以我说呢 懂的跟不懂的 以后呢 各位 一定会差很多 我现在58块以下 你跟我买的 那现在各位 指数押回来 你看有没有股票 让你赚钱 都来到70块 所以我讲过的 你错过先进光 先进光 那这档股票 你也验证 我相信 有没有人的大涨 红金呢 我高档 卖掉之后 来各位 我们开始的锁定了 光耀科 我现在这个注释呢 一档接一档 就从呢 长华科 台胜科 立青 大宗先进光之后 来各位 那光耀科 有没有在领先的 这个大盘 创新高 虽然压回来 但是我讲过 量收是让你买 而不是呢 要去杀 恐慌的是用来发财的 不是在发抖 很多人呢 哇看到最近 一下子呢 美国呢 对叙利亚阿富汗呢 哇打飞弹 那北韩呢 这个地方四射飞弹 那现在呢 都就没有 大家要怕说 那北韩呢 今天 会不会呢 有所动作 各位想太多 我说每一次 这种政治上的影响 都是短暂的 都是短暂的 所以你要利用呢 在大家恐慌的时候 你要锁定好股票 赶快呢 切进来 我们呢 这个地方呢 然后再复制 同样像长华科 台胜科 立青 包括大宗 仙境光 这种倍数 获利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 红军有没有一档接一档 让各位呢 获利无法挡 来 我相信呢 在现阶段的一个盘势 你要怎么做 红军我从来不带你追高 但是很多老师 你看到前几个交易日 那跟你讲什么 不是跌就是涨 或是先涨或跌 投资朋友 这都是模里两可 但是我跟你讲说 大盘就是一个区间整理 盘举出标 那我说之前 你错过那些涨多 我也叫你不要追 因为你高有出低 才能够再接 那你现在要买的股票 一定是要从什么 低档刚刚突破 最近我跟各位讲的一个重点 第二季 物把逢金丹马粮 因为第一季很多股票 它是做梦 炒题材 所以它涨得快 跌得一块 那种股票你不能因为利多出来 那个梦呢 投资朋友都已经醒了 你还在继续做梦 所以你要去接受现实 第二季的操作 那个方向要在哪里 你一定要抓到 最起码说 第一季季爆出来 能够大成长 而且第二季 各位 它还能够继续能 有点成长的动力 但是有一些股票 或许在第一季 因为呢 它获利不错 但是 因为被汇损 汇损了 吃掉了 但是各位 那种股价 大调整之后 或许呢 都是没有 那种股票也是另外 另外呢 你一次的一个机会点 但是红俊 我这个地方 我就先论线 就像说 类比科 来 各位 你凑过第一波 你凑过第一波 那第二波的一个整理呢 你要如何的切进去 我现在我做股票 我都是呢 用长线的角度来告诉各位 因为现在开放当初 大家很兴奋 我知道 但是各位 人家呢 大户呢 比你更兴奋 为什么 因为呢 就是因为你们的兴奋 人家可以利用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短线操作嘛 你很容易呢 随着消息面的影响 你 这个地方呢 容易你的追高沙 很多人想法 很单纯 单纯啊 你知道吗 好 我今天这样我来 我把管子给他放肠 再来 还要做肚 我一天做肚子 我来说 一肚子黏着好 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相信红军呢 我功利呢 我绝对不输各位 但是 我要告诉各位什么 如果我是这样做的话 那我相信呢 我绝对呢 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 为什么 因为每天呢 当冲啊 你看多辛苦你知道吗 那我们是在带会员 很多会员他在工作 搞不好呢 这个地方呢 用把股票当做指数在做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专业投资人 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你要如何的操作 很简单 你这是一个趋势嘛 你就是像长华科嘛 你看两次进出 能不能够赚两倍 台胜科你看到 一波上去会不会赚两倍 历青一波上去 会不会赚一倍五 大庄呢 会不会赚一倍 先进光呢 会不会赚一倍 这个就是让各位 知道这个趋势的重要 所以大盘在这个位置点 有一些股票 当然啦 红均呢 我只告诉你说 刚从底部上来 底部上来 你要如何的操作 这很重要啦 我们不是说 那每一次呢 那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能够让你赚钱吗 对不对 你看先进光 如果你在低胆买 跟这里来追 我不是说他没有机会了 但是各位 你追的 你看到这一段 你就受不了 你一定会去杀低 你杀完了之后 搞不好呢 他又上去 但是中间 我已经赚到了 我有 我这个地方呢 我要把资金呢 这集中在哪里 从底部刚刚呢 又上来的个股 我说各位 这从底部刚刚上来 红均呢 我没有带你追 我没有带你追 但是至少 我带你买强势的股票 而且从底部刚刚突破 所以机会永远 是留给什么 有准备的 红均呢 我这个地方 我还是一样 大盘是一个区间 但是呢 个股 个股好的买点 他不会等人的 很多人说 那我等大盘之物 我再来买 各位每一次你验证 的大盘之物 你看到都是五成了 三成了 那你再来追 那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呢 在急杀的时候 来买强势股 最悲观的时候 来买最好的股票 我相信各位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策略 所以呢 接下来大盘 他将有一个 短线反弹的机会 那投资本好好掌握 强势股 这个地方呢 还会继续突破 你要趁震荡 赶快呢 跟着我们上的 跟跟紧了 我们的脚步 机会永远留给 有准备 准备好 跟着宏区呢 我们再来大传台一波 明天同时再会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